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16月10,就是今天第一场独播点评节目啊,形象不太好,嘴唇上起个小水泡,主要是那个吃辣的,喜欢吃辣的刺激。 那么言归正算,今天新华社头版头条是吹捧习近平,吹捧习近平到什么程度了呢? 北兰斯曲缘的这个话,变成习近平讲的,就变成金句了,这里讲什么呢?讲到品读曲缘,求说精神。 就习近平搞了无数起这个文字语,还好意思让人民群众纪念这个曲缘,真是这个实在是两面派,中共就是这样啊,中共这些当官俩也都经常引用一些典计,这典计你想一想,其实就嘲讽独裁统治者,嘲讽呢,历朝里在制造文字语的人领导,对吧? 但是他还好意思是引用,你说他没读懂吗?没读懂,应该讲也看了很多遍了,是吧? 因为有一些曲缘的句子都成为常识了,也小学生都朗朗上口,耳熟能详,何不问习近平,你就是小学生随时也知道,但是他不提这个事儿,他提着他这个曲解曲缘的话,来为他的独裁统治服务,确实是无耻啊,这些都不去讲他了, 你看金句海报,他讲的话变成金句,海报,百花期望满园村,村满园,你百花期望就应该让人讲话,你现在搞了多少文字语啊? 这一周啊,诗人王藏才获释回到家里了,现在是无事无息了哈,这个不仅他坐牢判刑啊,他的太太也坐牢,只不过比他早一点出来了哈,而且三个小孩愣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个一些爱心人士贯照啊,这才几天的事儿,你看,逼逼皆是,他搞出这么多的冤假错案, 还好意思的纪念去源,然后新华社第二题还是吹捧习近平,习近平主席这样宣导文明对话,和交流互介,他是最不文明的,你想他给李克强跪了以后,从肉体上消灭了,把支持他这个, 朱尚玛宋玉成的胡锦涛永生到户局会上,这都他干了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但是还是文明对话,所以新华社你每天看就得撒谎,你包括前几天,习近平刚到山东了,对吧,到山东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把山东描绘,那是行事片大好,我也承认有些企业赚钱,有些成功人士,全日子过得很好,但昨天晚上我看那个大纪元小视频, 讲到伊蒙山区啊,这个天气不下雨,老百姓 颇一烂山的就是一些妇女跪着那个地方,西天,哎呀,你看这场面,那不就是和这个 三四十年代那个旧中国一样吗 颇一烂山 你说这些东西啊,你应该媒体,靖南日报,新华社多报一报,让人们关注,然后 帮助他们 而不是整天在这撒谎啊 啊,现在就是每天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全是吹口的文章,第三题是西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处 能源能安全吗,和俄罗斯沟地能安全吗,对不对 现在俄乌战争 霸易冲突正在进行啊,今天海外的这个 呃,万里网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严存公先生写的,写得很好,他的标题是 俄乌战争 形势逆转了,中共面临灾难的选择 也就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啊,现在 美国对这个乌克兰武器的限制啊,以前是有些限制,有些护栏的 啊,以免 战争扩大,现在开始 基于眼前的形势啊,开始支持了 尤其是什么呢,英、法、俄这些国家 已经取消了乌克兰,只能将西方援助的武器用以防卫的尽力 啊,再就是法国、波兰、立陶宛 北约国家,干脆直接派兵了 进入这个乌克兰了啊,他只不过是现在,他说他是训练 就教官,其实也一样 30乌克兰导弹攻击额境内战备设施了 甚至有的地面武队直接突袭了俄国境内 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大转,一个大转变,我跟你讲啊 美国现在也基本上送口了啊 他说在美国同意乌克兰使用外援武器攻击 俄罗斯境内目标之前 已经有十几个国家先后取消的经历 包括什么呢,英、法、德加和 瑞典、芬兰 美国是最后的一个 这就等于说这个战争稳稳当当的 俄罗斯要被战败了 当然看习近平现在还是合作无赏线 是吧 你看今天 有问题 我看到了 这个拉夫罗夫,王毅健拉夫罗夫 俄罗斯外长 习近平在道行民事啊 国际社会对抗 只能给中国国家的安全带来灾难 包括能源安全 怎么安全 不可能安全 是吧 你看今天 海外的看中国网站 最无聊电台有一题 七国集团对中国原额 银行发出警告 这是非常明确的信号 即中国官方公开拒绝出席 即将在律师举办 乌克兰的和平分会 中方企图援助乌克兰 对乌战争的问题 再引发国际反弹了 这里告诉你啊 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会 此前就此向中国的小型银行 发出警告了 因为中国现在银行还和 俄罗斯合作 给他结算呢 只不过是小银行 大银行不敢 华盛顿有准备在下一周 宣布针对设计援助 俄罗斯对乌战争的 相关金融和非金融物要 实施新的重大制裁措施 等等等等 你就看这个形式吧 你说习近平搞到今天 这些所谓的不安全 国家不安全 能源不安全 社会形象受损 什么原因等等 都是习近平造成 但习近平还在这 冠媒还在吹捧他 越整越完蛋 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的 理论创新 有什么创新 就是倒退 你看今天 有议题啊 习近平到了来 竟然邀请 多个国家的 这个共产党的组织 多个共产党领导人 来组组 台湾 你看 他在倒退 先到了北京 再到辽宁 近日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现在不会外联部吗 他 总领的 邀请了 19个国家 22位 共产党人 领导的 中青年理论家 其实都是撒谎的人 是吧 这些 大骗子 来中国什么呢 考察 他要当这个 这么讲吧 共产极权世界的老大 这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还有一张照片 你看 好 这是今天 凤康网的重要议题 这个看不太清楚 今天那个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凤康网 告诉你 习近平 现在绝对是回归了毛泽东时代 学习毛泽东也是 思不下 学习的毛泽东 毛泽东好 他不会学习 你毛泽东给李青年回信 你看习近平给铁带你回信 是不是 这都是欺骗老百姓 你看下一题 二十四年我国节日 端午主题活动 在波罗启动 现在这个端午节就成了空壳了 就剩个证字 人就是吃了 你要仔细研究 取缘这个故事 它是个文字语 应该是深刻反省 开放党经报件 如果你真 去推崇这个取缘的话 它是利用取缘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 有一部分人还是清楚 有个人稀里糊涂的 没到这时候 就开始 吃证字 吃证字都吃 吃出问题来了 今天 疯狂网有一题 这个高压锅爆炸 怎么爆炸呢 有一个老百姓 有一个人竟然很傻 他竟然用这个高压锅 来这个煮证字 女子用高压锅煮证字 犯人堵塞 抬起口 轰的一瞬爆炸 右眼失明 眼睛撒瞎了 你看 倒不倒霉 这都是 其实都是什么呢 有些 安全常识不懂 光压锅不能搞这个 你不过留一会儿炉 你不能在里热的那个凉鸡蛋 那个鸡蛋 如果是输鸡蛋 放在里 能就爆炸 也是 很吓人 千万别搞这个名堂 生活当中 很多小常识 都要小心 我老江 我老江也是新出 我这时候在这做节目 上面在煮饭 一会儿就糊了 我就糊了两次了 所以现在我就明白了 做什么事 就一心意义的 你要做饭 你就做饭 等着 撼着 一秒都不能停 你下去做别的事 就忘了 你觉得 就十几分钟 一讲讲现在这个 兴趣而来 要讲八个小时 稍微冒烟了 是吧 不是开玩笑的 我告诉你生活当中 有好多小常识 要小心 这里讲的什么 端午节 话端午 赛龙舟 只能赛龙舟了 共产党也不允许你讲话 对吧 你看让AI 帮我开车 现在距离我们完全驾驶 还有多远 这都胡扯 我跟你讲 自动驾驶 从一开始 我认为这个东西不可行 你就想想吧 你自动驾驶是什么 你是在车轮上跑 对不对 走的远才有意思 你说现在的环境 你能先结伤 你得有个完善的环境 异于自动驾驶的环境 你比如说吧 你开车从中国出发了 一旦有一天你到了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能跟你对接 你何况你中国各个省市 经济发展不平衡 有些地方是超发达 你搞自动驾驶可以 有些落后的不得了 这个就是胡扯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只能是什么呢 半次动驾驶 人在上面掺着 你在这个车特别好 还有好的环境 说不定稍微快一点 但是最安全 还是你自己小心点 不要懒惰 这都是吹牛皮 有整天 我跟你讲吧 还有呢 这个 高温 橙色遇景 现在是乌漏 又凤 连夜雨啊 还有这一题 南方六省份 部分中小河流 发生超级以上洪水 现在洪水也来了 你看以前 立法人洪灾 尤其是南方 这个 东江三角州一代 每年都有洪水呀 都是极端天气 香港的台湾的老百姓 康克姐呢 算赞足 你看现在有吗 什么原因 习近平 倒行 是伤透了香港人 台湾的心 人不帮忙了 你看看这个变化 习近平称了孤家寡人 我就跟你讲 没有一个朋友 全世界都在骂 只有他们自己在吹捧 啊 就这几个笑语 习近平现在连出访 都不敢出访 怕说飞机 有人轰下来 谁 李强现在活跃了 今天发广有一题 中国总理李强 本周即将访 新西兰 他为什么要到新西兰 新西兰声称要加入 奥Q4 他害怕了 是吧 奥Q4就是个小方法队 是吧 那是英国美国的国家 组成干什么呢 针对中共国 要借核潜艇给他用 这个中共很害怕呀 所以今天新西兰总理叫拉克森 6月10号宣布的 中国的总理李强 本周即将访问新西兰 报道指出在中国不断 扩大 在太平洋军事外交实力的背景下 新西兰保守派政府 进去坎佩拉和华盛顿的关系呢 比过去走得越来越近呢 拉克森是10月份当选了 新西兰总理 他在声明中当中讲 当中讲啊 取代李强总理到访 哎 最后这个小新闻 是缓解 中心关系 访问将是两国 就合作 领域 交流 交流 保卫 这个机会 经验的机会 因为习近平 别人出访 习近平不放心 自己出访又害怕 唯有李强这种人 林邦的秘书 他可能觉得 李强这个人不会颠覆他 是吧 你看 这矛盾的心情 那么 下一期是国际观察 光复右翼 增加欧洲政治不确定性 现在欧洲 很多国家都在什么选举 你看你打开这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啊 好多文章都在这个 报道选举的事 只有习近平 中共国永远干下去 要当皇帝啊 你就想想怎么能跟上行事 一个时候要有活力 现在我看 要想稳定安全 人民幸福 就是民主法治 我来加拿大快 十几年了啊 快十五六年了 你想想 我深深体会到 加拿大这国家好在什么 就是民主 你要想当官兴 参加选举 法治 你不管是谁 法律面前 任人平等 你看刚才我到 小镇手啊 这个去 验血吧 你就看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真的 这国家是太了不得了 他了不得什么 就是稳定 社会稳定 你看中国 每天 过去你见的人一问 抓起来了 死了 好了 找不着了 你看这里 啊 哪一个人都很幸福啊 很安定 所以也没有太富的 也没有太穷的 这就对了 中国社会是这样 一部分人呢 当官富起来了 但是 不安全 动不动就出事了 你看胡春华现在 三中全会之前 有可能 出大事 我跟你讲 不要因为开玩笑 为什么这一两天 中纪委 今天和昨天 没有更新 就是新的 贪官被抓的消息 就说明什么 抓了差不多 少了 也就是说胡春华的 犯这个政绩 可能也找到了 可能是 做事了 还是怎么样 昨天还有 日卡之类的一个 领导抓了 是吧 这内斗都非常激烈 回到新华社 实际上 欧洲是最有火力的 自由民主的国家 不断的换 有的下台 有的上来 这才好 血液更新 中国不是 中国是什么 就是一个 义人 就是一个傻瓜 一直愚蠢到底 傻到什么 傻到什么程度 在律师举办了 和平峰会 他都拒绝 你居然傻到什么程度 人那个会就等于将来定盘的将来 战互重建了 随参与 随即将来可以有块利益在里面 你看打仗这个也是一样 很多国家 投了很多钱 他将来 一旦打败俄罗斯以后 他就开始 分一杯羹了 战互重建 给你项目 给你工程就行了 私下都有交易的 习近平就 虽是个傻瓜 打不敢参战 和 和又不能站在美国这一边 是吧 他现在一个赶快从俄罗斯切割出来 对吧 你经济才能稍微缓解一下 你看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完了 我跟你讲 现在我今天看了大量的就关于房地产的报道 房地产 现在怎么就政府那些来 来接盘 接盘以后银行不就完了吗 银行在崩盘 挤队全面的动乱 镇压 镇压 军头与造反 军阀 领利混战 是吧 这一天 似乎给我感觉来临了 习近平就不了惊喜了 还有这个国际新闻 今天还有法国 议会选举提前 左右共治 局面 获奖出现 你看有没有 他只是报道 他不学习 虚方 那么今天在药文聚焦 点开看一看 那么今天有十多位驻华使节 做客山东 他到山东是看好的 不看外的 你看昨天我看了一个 刚才我讲的一蒙山区 一蒙山区以前就贫穷 现在还那么贫穷 你看老百姓穿这个衣服 你说还好意思脆 脆牛皮甜甜 是吧 把钱赞助了什么 一带一路的原型的国家 给小学生免费的午餐 他不管自己 刺出来的青海的西藏 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 你看那些报道 昨天我看到小视频 就是大纪元 新闻朗报的 非常实战 有一个40多岁的 女人 他就是素苦 他家种了16亩地 盖了大半年 挣了多少钱 1500块钱 你觉得这是什么政策 种地的人 那是应该保障他的收入 对不对 还有那个西瓜 那个也是视频 说西瓜现在也赔钱 终于赔钱 你就看那么多的人 抬那个西瓜吧 一心西瓜在几个钱 那你说 盼着人心痛 就给国家支离到这个程度 每天还在那 吹牛皮 到处撒钱 今天邀请这个来 明天邀请那个来 你包括封上网 今天报道这个邀请了 车多个国家的 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访问 那不都是 这边拿钱吗 不可以买机票 数 吃喝玩乐 一家耗费这么多的钱 你不要紧他们把那钱拿来 帮帮一蒙山区的这个老百姓 你看那些妇女跪着的七天 让天下雨 你能跪着的 七天天能下雨吗 你只有奋力的抗争 对不对 你才能争得美好的未来 你看这个加拿大有这个事吗 你看加拿大哪个人跪的 跪的地 给官员磕头 这里是什么当官是给老百姓磕头 对不对 你对我不好 对我我不选 你就完事了 对不对 谁不用比谁跪下来 这都非常不正常 你再看看今天 这个各地的这个群体性世界 我看了好多呀 今天早上我看了 老冬爆料的 小视频 我还看了 郭文贵庭审的小视频 昨天看了有一次好海洞 竟然在西班牙有一个国家什么卫士协会的一个 典礼上 就郭海东 出来讲话 代表新中国联邦致辞 哎有意思 郭海东他儿子长得高高大大 一看就身体特健壮 非常有意思 郭海东就讲他在西班牙生活的很好 你看等等等等 你看中国每天发生这些怪事 今天美国今天有一期 又一个中国人 又一名身份不详的中国籍男子 6月9号 驾驶一辆客户穿越台湾海峡 抵达台湾 奔倒 你看人家 你要过得好人能 气暗同明啊 也可能他是军警特线 一般不是 都是追求民主自由的 都是 他们声称到台湾 是为了投奔自由 台湾海巡守 在他对他进行 怠惰 和做完比如之后 已经将他离交 叫 失灵地检署 震办 你看见没有 台湾海巡守 星期一发的声明 称一艘可遗船只 星期天上午 在距离 台北 淡水 河岸 6公里的地方 被发现 随后全程 监控掌握 海艇进入淡水 码头以后 曾与当地的交通船 发生 冲撞 碰撞 交通船船主 随即向海巡守 报告 也又发生一个 到底 是不是难民 还有证别是吧 你看这些事 这说明什么习近平统治下 民补聊生 你看最高法院公布23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因为现在海事纠纷很多呀 这个倒不应非非都是台湾海峡了 中国的海 还很厉害呀 有一些这个船呢 磕磕碰碰 闹矛盾 到法院审判 他是想这个案件 当然审判 中国的法律 你不能说呀 一点进步没有 有一些还是有些进步的 比如昨天给大家介绍的 袁维东 浪法 何必什么呀 保定的 有个草民 你看官员了23年 他不判 是不是 那个应该宣告无罪 昨天给大家已经介绍了 我要告诉你呀 借助于这个习近平斗孤春华 有一些案子能翻滚了 也是好事 关键是什么 司法有独立 你看下一题 五部门部署水泥行业 绝能降滩 专项行动 中美现在 和自由世界 只有一条能够 连结 对聚 就是汉达 太中文 天气 这个 气候治理这方面 多多少有点 共同语言 还有国铁集团 全面铁路 全国铁路迎来反乘 滋流暴风 中国唯一的好的人口多呀 所以内循环呢 不至于就是困死 反正是发展是非常缓慢 就习近平 就是个西方作业 倒着来 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救不了 习近平了 习近平这套东西 救不了中国的困境 我认为 只能这样僵持下去 迎来什么 迎来所谓的冷战时代 这个对着老百姓来讲 是最普的 因为你要学习 北韩了 北韩下散烂 你看这一两天 又飘了 163个气球 汽球上飘到韩国 带着垃圾 好在那垃圾经过检验 都是这些废纸 没有有毒 就 这些东西 看来他守住底线了 他就是什么呢 骚扰这个 韩国 你去想想 中国变成 好北韩 也搞这些名堂 习近平现在正在进一步的倒退啊 下一题是关注三下 全国供销社系统 积极服务三下生产 你看这些东西行事好得不得了 都是粮食大丰收啊 你看今天乡村行看振兴 一日 粽子 打开乡村振兴之路 你靠粽子就能发家支付啊 这只能只是一个小的产业 对吧 还有综合产业 然后对外开放 还有吸引外伤 反正做不到了啊 下一题 老字 行 中小 大小新观察 老字行大小新观察呀 这都是吹牛皮呀 中国有些传统的 产品确实不错 你得承认 你比如说每天都吃这个重庆榨菜 那好吃啊 那个豆腐乳王志和豆腐乳 那确实好 老字行大小做出新滋味 港珠澳大桥端午节 附近色流 创新高 现在倒过来了啊 过去人都去香港 现在香港到那里 那里加个便宜啊 还有对话中国美术馆馆 馆长吴卫山 吴卫山是吊塑家啊 其实这个角色最起码应该让鲁宇顺干 鲁宇顺是个人才 这个人还好 鲁宇顺 国家化业院长最近卸任了 为什么卸任了 可能不是不纵称习近平吧 是吧 小卢这个其实我看小卢 这个基本上还是顺从西云的 还搞了一个什么一带一路什么化展 结果现在也 也退了 对了他年轻啊怎么会退呢 就卫山的能力 我是不太了解啊 他的能力远远不如这个鲁宇顺 在中共国就这样啊 人才上来 逆向淘汰 你再看下一期 我国高铁行业 绿色低碳转型 成效明显 这都吹牛啊 还有河南下坡面积 近七成 意思讲 良知大丰臭吧 好 等等等等 不去多讲了 国际情分方面 又抓到美国的 短处了啊 美国动不动 就会有一些什么 社会 这个不安定因素啊 包括 枪支泛滥的问题 中共国只要发生这样的新闻 肯定要 报耳报啊 那么今天是 他忽悠什么 胡塞武装称 袭击了一艘英国 这个上船 你看 他钻条这些东西啊 一看就知道他站立在对地面 站在这个错误的一边 像在俄罗斯一边 胡塞武装称 袭击了一艘英国军舰 和两艘扩轮 那肯定将招致美国 更长沉重的 打击 好 那么今天中期一位的网站 没什么其他内容 还有一些国际新闻 我们在场 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 谢谢 再见